有请今天的追梦人 30岁的巨婴出来找对象了 我们看一下巨婴的更条件是什么样的 旅30岁 现居地上海 不是上海的 现居地 月收入三至五万 职业 美容医疗器械销售 涨项九分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这个九分是谁给你们打的 你是不是开了美颜之后打的 张口就来 个个都是九分 那我们看一下找个标准 南方上海本地有房屋贷款 有贷款的不接受 月收入十万家 身高体重不限 不要低一米七就行 能把我当女儿一样宠着 能把她当女儿一样宠 那你能不能把人家当爹一样的孝顺 我问你 能接受我的小任性 婚后必须让我管钱 不然我没有安全感 你把钱管了是吧 那仍然男人的安全感在哪里呢 搞笑又不是你赚的 你自己赚的钱 你自己管啊 本人不会做家务 婚后需要请保姆 你说实话 不知道这些女生 是不是那个偶像剧看多了 偶像剧里面 家家都配得有保姆 幻想换多了 已经出不来了 还需要请保姆 我就问你 难得人家把你娶回家 你啥也不会干 还要请个保姆站来照顾你 老子有问题吧 我跟大家讲好 有些人自己就是一个保姆命 还学别人是吧 还要请保姆 嘿嘿 感谢观看